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什么是抛物线呢?我们来看到抛物线的定义 它也就是给定义直线还有线外一点 平面上到此点还有到此线距离相等的所有点 所形成的轨迹图形我们就称为抛物线 那么同学们可以从图中来看到 这是一个抛物线的图形 而这个点我们就称为抛物线的焦点 而这条直线我们就称为抛物线的准线 那我们通常焦点我们都用大写F来表示 而准线我们通常用大写L来表示 那接着由于抛物线的定义 它是到一定点也就是焦点的距离 会和到准线L的距离是相等的 所以同学可以从图中来看到 目前的这些点它和F还有L的距离都相等 那我们将这些点用曲线连起来之后 它呈现出来的图形就是个抛物线 那么抛物线的标准是会是什么样子呢 接着我们来看到 给定义直线L还有线Y一点F 平面上到磁点还有到磁线距离相等的 所有点P所形成的轨迹图形 也就是抛物线 那么同学们一定要熟记抛物线的定义哦 好 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了P到F的距离 会等于P到准线L的距离 因此我们就可以来假设说 如果现在顶点是在00圆点的位置 而准线的直线方程式我们可以写为 X等于-C 而焦点我们可以假设为是C0 另外P点假设为是XY 那么由于到焦点的距离 等于到准线的距离 因此我们可以写下了 根号里括号X-C的平方加Y平方 它会等于X加C的绝对值 也就是P点到准线L的距离 好 经由抛物线的定义 我们可以列出这个式子 经由等号的两边平方之后 我们就可以改写为是X-C的平方加Y平方 会等于括号X加C的平方 在经由化减一项之后 得到了Y平方等于4CX 我们对于这样子的方程式 称为是左右形泡物线的标准式 那么同学们可以从图中看到 那如果是通过焦点而垂直准线的 我们叫做这条抛物线的对称轴 所以就可以知道 现在这个抛物线它会是上下对称的 好 那么另外 其中的顶点和焦点的距离 我们会另做C 那么就称为是焦距 也就是焦点和顶点的距离 好 那同学又由于是定义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说 因为抛物线上的点到焦点的距离 和到整线的距离相等 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 顶点它和整线的距离 也是一个C 和焦距是一样的 好 另外再补充 那我们可以知道 抛物线上任两点的连线称为弦 那如果是通过焦点的弦 我们称为焦弦 那么另外如果是通过焦点 又垂直对称轴 我们就称作正焦弦 那么同学们要知道一下 正焦弦长是多少哦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利用抛物线上的点 它到焦点的距离 会等于到整线的距离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知道 现在这个正焦弦的 其中一个短点到整线的距离 是2C了 因此正焦弦长 同学们是不是可以想看看 这里也是2C 另外这边也是2C 焦点的坐标为负C0 所以现在看得到 抛物线它是一个开口操作的样子 那么因此也利用了抛物线的定义 利用到抛物线上点到焦点 还有到整线的距离相等 经由化简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 Y平方等于负4CX 所以同学们也可以发现到 这时候的抛物线开口是朝左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到 如果准线是Y等于负C 而焦点是在0C的位置 那这样抛物线的方程式又会有什么不同 同学们可以自己试着推看看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 我们从图中一样可以先把图画出来 准线是Y等于负C 所以它是一条水平线 而焦点的坐标是0C 所以同学们是不是可以大概可以知道 抛物线是一个开口朝上的情形 那么再借由抛物线的定义 一样将等号两边平方之后 展开来化简 可以得到了X平方等于4CY 所以这是我们其实在国中里面 比较常看到的二次曲线 那么同学们也可以知道 原来X平方等于4CY 这样标准式的抛物线 它是一个开口朝上的抛物线 那么接着再来看到 那如果现在的准线是在Y等于C 而焦点是在0-C的位置 那么这时候抛物线的方程式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好 所以一样我们先把图画出来 其实同学们就比较好来想 比较好思考了 所以来看到准线是在Y等于C 而焦点是在0-C的位置 所以如果利用抛物线的定义 将图画出来之后 同学们大概也可以知道 它是一个开口朝下的抛物线了 接着我们再利用定义 把式子标准式推导出来 所以得到了如果是开口朝下的抛物线 那么我们化简完之后的方程式是 A4平方等于-4CY 而这也是一个开口朝下的抛物线 好 经由以上的说明同学们有没有对于抛物线的图形 开口的方向上下左右 还有抛物线的标准式 有没有更多的了解了呢 那么接下来 那我们就来看到 抛物线的标准式 如果是顶点在圆点的时候 有分为上下形的抛物线 还有左右形的抛物线 那么我们已经帮同学们来整理好这个表格 如果同学们来看到 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它的标准是 我们经由刚刚的推导得到了 A4平方等于4CY 而它的焦点是在0C的位置 准线是在Y等于-C 那么如果是开口向下的抛物线 它的标准是 我们可以写为 X平方等于-4CY 而焦点会是在0-C 准线是Y等于C 那么还有 如果是左右形的抛物线呢 若是开口向右 我们的标准式 就可以写为是Y平方等于4CX 而焦点会是在C0 整线是X等于-C 那如果是开口向左的标准式 那我们可以写为Y平方等于-4CX 而焦点是在-C0 整线则是X等于C 所以同学们在国中遇到二次曲线 抛物线的时候呢 只遇到了开口向上向下的上下型抛物线 所以同学们也对于X平方等于4CY 和X平方等于-4CY 应该有觉得比较熟悉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到 如果不管是开口在上下还是左右的抛物线 它的正交显长由于定义的关系 我们都可以知道它都是4C 那么经由这个表格的说明 同学们有没有更理解了呢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到 那如果现在抛物线的准线 它是在X等于-3 而焦点是在30的位置 那么同学们可以自己试着推看看 那现在抛物线的方程式会是长什么样子呢 好 我们来看看 首先来把图画出来 将准线还有焦点画在坐标平面上 这样同学们就会比较好思考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的C等于3 而它是一个开口向右的抛物线 那么因此 由于我们知道开口向右抛物线的标准是 是Y平方等于4CX 因此我们就可以列出了Y平方 等于4乘以3乘以X 也就等于12X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 抛物线的标准是 是Y平方等于12X 而顶点是在00的位置 对称轴也就是Y轴 对不起 也就是Y等于0 也就是AX轴 接着再来看到 那如果抛物线的方程式 是AX平方等于-12Y 那同学们可以自己想看看 那准线方程式 还有对称轴方程式 以及顶点和焦点的坐标 又是多少呢 好 首先我们可以知道 方程式是AX平方等于-12Y 那也就是-4CY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4乘以3 再乘以Y 因此就得到了C 也就是焦距它等于3 而负号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 开口朝下的抛物线 那么同学就可以把图画出来 好 我们就可以知道 现在这是抛物线的顶点 然后再来上面 会是抛物线的准线 然后这是抛物线的焦点 那我们可以知道 准线的方程式是Y等于3 而焦点的坐标是0-3 那么顶点是在00 对称轴是AX等于0 也就是Y轴 这样同学们有没有 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呢 接着我们来看到下一个题目 同学们可以试看看哦 坐标平面上有一个点 顶点V是03 那么F为焦点 在06的抛物线 那么假设P点AB 它是这个抛物线上的一点 QA0是P在AX轴上的投影 那么满足角 FPQ等于60度 那么要来问 那B会是多少呢 同学们有没有自己试看看 把图画出来呢 所以我们来看到以下的图 以点V03为顶点 那么F06 P是抛物线上的点 然后做投影到X轴上的Q点 坐标是A0 而PF和PQ之间的 夹角是60度 那么B会是多少呢 同学们试看看 利用抛物线的定义来想一想吧 我们可以从图中来看到 有抛物线的定义知道 线段PQ和线段PF 也就是抛物线上点到 准线还有抛物线上点到 焦点的距离相等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知道 PQ等于PF 也就是B 那么在另外有图形可以观察知道 OF的距离是6 那么现在我们来过F 做线段FH垂直线段PQ 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 线段PF的长度为B-6 那么同学们有没有观察出 现在的PFH 这三个点形成了一个 直角三角形 那么同学们就可以想看看 那B会是多少呢 好 所以我们利用了 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30 60 90的三边比为 1比根号3比2 因此我们就写出了 线段PF除以线段PH 它会等于B除以B-6 也就是2比1 经油化减后 我们就得到了B等于12 这样子想想 有没有觉得 其实抛物线也是蛮简单的呢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